台湾新風景現場請到廖義武 遠從德國來到台灣 來到我們電台跟各位好朋友來分享 武漢這本書重新該寫背後的故事 其實一本書照理說寫完了 就不會再重寫重出 但是為什麼他這麼堅持 一定要重寫跟重出 這本書你在重寫的過程裡頭 是誰給你一個特別的建議 還是你一直就想重新來寫這樣的一個故事 不過是因為挫折 就是那個英文出版界 據說是這麼嘗試了十幾家都是被拒絕的 然後我就是嘗試把它寫得更好 然後經歷了這兩年又經歷了很多事情 比如說張展的被追捕 然後就要入獄他的絕食 後來我最後的那個結尾是武漢安婚曲 武漢晚歌 結果那個晚歌的那個人又被判刑了 這個以前是以前沒有發生的 所以說它小說的那一部分 它始終它是定型的 即食的那一部分 它像一棵樹一樣在不斷地生長 因為這些人物的命運它都是在 它都是在不斷地變化 現在張展他是在監獄裡面 監獄裡面他還在絕食 連他的親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然後他到底事實是活 當然這個是因為這個書的結尾 張展是一個重要的一個人物 我認為他是至今為止 可能繼以劉曉波之後 他是最重要的一個政治犯 因為他和這個 他最後他也是繞著那個十年史 病毒十年史 繞了三圈把它拍了下來 還有個二十多分鐘 最後一句話說這是禁區裡的禁區 後來兩個星期之後它就失蹤了 所以說這個武漢病毒它就是 武漢這本書最後是一個 通過一個這個 要人們集進入這個武漢 它就是一個病毒的來源 第二個就是說 所有對這個武漢病毒感興趣的 調查記者都失蹤了 第三個就是說 1月23號武漢封城那一天 然後它就是接著又封了 中國又封了幾百個城市 但是在這個武漢5月23號封城的那一天 中國的海關和它的航班 持續向世界開放了兩三個星期 那麼就是有個幾十 至少有個幾十萬的旅客 是通過武漢飛向全世界的 病毒是這麼樣傳出去的 這個書 讀了這個書 就是我的目標非常的明確 就是用我一個人的紀錄 去對抗一個謊言的大果 謊言的大果 然後就是 今天看起來就說 我的目標還是在一步一步的達到 因為在這個1月 就今年1月26號 然後這個推出德文版之後 那個可能是在德文世界 它是爆炸性的那個影響 幾乎是左中右的媒體都一直的讚揚 當時兩個星期它就賣出了一萬五千多冊 然後也有音像版 就是那個音像出版社 也出版它的那個音像版 至今為止就是那個 我看那個我們出版社跟我說的 至今為止這個書已經在 德國賣出了四五萬冊 就是這個 那其他國家 日文好像也在談了嘛 對日文 就其他的語言 日文已經發表了 已經發表了 我是比較關注德文的情況 因為德文 它是在歐洲 比較起主導作用的 就是 那麼 這樣看起來 然後我回去之後 還有很多活動 然後 明年1月 我會在那個 司徒加特市政廳 發表一個 關於這個書的一個演說 叫看不見了戰爭 那麼這樣看起來 就是西方人 我認為最終會記住這個武漢 兩個字 這正是 共產黨他們 他們那個 他們要讓大家抹掉的 那你覺得你自己在創作這兩本 你最大的一個心情或者轉變是什麼 當寫武漢病毒來臨 跟寫武漢重寫的時候 你最大的 你有沒有感覺到什麼樣挫折 還是你最大的一個收穫又是什麼 我只是覺得 就是說那個 我在這些 材料 和這個故事之間 我要 達成一個文學上的一個平衡 我要保持它的節奏感 就是閱讀的那個節奏感 就是保持一個真正的公路小說 真正的公路小說 就像那個在路上一樣 它能夠吸引更多的人 就是 就這個 這個就是 作家的 作家的那個 手藝 就是他掌握這個文字的節奏 吸引更多的讀者 讀了這個 這個就是 就好像是1984 那麼可怕 那你讀了奧威爾的1984 你真就感覺這麼可怕 你讀了武漢之後 那麼 你就記住了武漢 這個 它的一切細節你都記得 這就是作家的一個任務 就是這樣就完成了 好 今天感謝廖義武老師 上我們節目 跟我們的朋友 做這麼一個精彩的分享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 我希望各位朋友聽了 應該要去看了這個 我們的對話 應該要去把這本書找出來看 我覺得這本非常好看的小說 但這個小說是在 在紀詞的基礎上寫出來的 它會勾起我們很多的記憶跟回憶 我們的恐懼 我們的創傷 記住這些創傷 其實是有助於我們認識 我們真的身處的世界 我們所接受的不斷的挑戰 這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一個記憶的抹滅 所以這是一場記憶的戰爭 今天謝謝廖義武上我們節目 跟我們的朋友 來做這麼精彩的分享 謝謝廖義武老師 謝謝 謝謝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